一百间左右的大学 对,一百间左右的大学 我以前念大学那条街 就隔壁两个,那边两个 对面还有一家 就全是大学 所以的话呢,大学多 产生什么东西多 大学毕业生多 所以的话就算武汉有很多的就业机会 但是压力会很大 清真也会很大 而且工资也会给你压到很低 因为那边的老板 他们不担心会招不到人 随时随地都有大学生过来 你工资开在地 两千块钱一个月都有人去干 一千八百块都有人去干 对,所以的话呢 他不少招不到人 所以他们工资都会压到很低 就像人家说的 你走在路上一块广告牌掉下来 砸死九个人 九个人全是大学生 全部是大学生 因为大学太多了 所以竞争很大 工资也不高 所以我就来到这种沿海城市 你像沿海城市的话 再怎么来说 发展机会也会比内陆城市要好 要多 因为年海是最快发展起来 最早发展起来的一块地方 然后珠海的话呢 珠海的大学不多 珠海的大学蛮少的 因为它地很小 珠海市面积很小 整个广东市面积 最小的城市就是珠海 珠海的话呢 地也小 人也很少 珠海市的人口才160万左右 还不到200万的人口 所以的话呢 你在日本生活 你不会觉得 哎呀 走到哪里都是人 逛个街到处都是人 我在武汉的话 以前念大学的时候 真的一到节假日 我也是不出门的 因为一到节假日 全部都是出来逛街的 武汉有一个地铁站 叫公古地铁站 它是在属于一个市中心的地方 旁边都是逛街的商圈 它每到那种 就是我刚刚数的那些节假日 10月1 什么国庆节 元丹节 劳动节 一到节假日 那个地铁站 绝对都是急爆了状态 然后每次到节假日的时候 都要调很多的武警过来 警察 对 调警察过来 维持它的那个秩序 不然的话 那种什么 台踏事件呢 什么的会很多 对 因为人太多太多了 我就觉得 找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城市 但是的话 发展前途也比较大 然后就跑到这边来了 然后的话呢 珠海的整个的生活氛围 让我觉得很舒服 因为珠海的话呢 这边的人感觉就是说 竞争压力没有那么大 整个城市的那种 节奏都是很慢的那种 大家都是属于赚到钱 然后就拿去休闲 拿去娱乐 然后拿去玩 怎么样的 不论说是什么 上班呢 都是很赶得及的 像在武汉 有时候上班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用跑的 有时候赶不到车嘛 赶地铁啊 因为武汉的交通很烂 因为那边都在修路 所以交通都是比较 没有那么好 所以的话呢 上班的时候 你赶地铁也好 赶公交车也好 都是要用跑的 所以的话呢 在那边就感觉 就是整个人会崩得很急 但是在珠海就不会 珠海的话 整个人很放松 你像有时候下班了的话呢 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去唱个歌 去吃个宵夜 去按个膜啊 干嘛的 都非常的舒服 珠海的生活节奏很缓慢 那就是 它城市定位的话 就是一个旅游 度假 休闲 养老 这样子的一个城市 你要想往上爬 想往上升的话 自己努力 你如果说不想往上升 你就觉得 现在的生活状态 你很满意的话 你也可以就这个样子 也没有 也没有问题 周围人不会去说了 也不会去管你 怎么样的 所以在这边生活很舒服 然后整个环境也很舒服 珠海的环境的话 就整个气候 跟台湾是 跟你们的北部 是差不多的 跟你们北部的 那个气候是差不多 因为他们是在同一个 尾线上面 尾度上面 所以的话气候 是非常舒服的那一种 那个 我们的那个 服区有过 还没有 有过去 有过去吗 就是属于那种 冬天不会特别冷 夏天不会特别热 台湾也是这样子 冬天会下雪吗 不会 然后夏天会到45度吗 不会 会到40度吗 不会 也不会对不对 你那就是说三十多一点点 会吗 三十六七度 三十六七度 但不会到40 会 会 今年 今年有了 没有 那武汉有到40度 有啊 真的啊 有啊 武汉是火炉啊 火炉耶 是那个 中国大陆四大火炉之一 武汉 重庆 南京 长沙 四大火炉 40度 真的会到40度 你像 平常一般的那个 高温预警都是什么 红色高温预警吧 武汉一来就是橙色高温预警 那怎么出门啊 你现在就有中暑 还是得出门啊 习惯就好了 对 习惯了 从小就这样 基本 起来出门 这边 哇 那边 多多水 多喝水 然后出门打散 我们那边的人 基本上出门都会打散 就是那种大太阳的时候 你不打散 你没办法在外面走 真的会中暑的 但是我刚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